嫦娥被吕布克制 可能很多玩家都这么想 但实际上只是各有优势而已 小小鹅这局就展示了嫦娥完全能打吕布 还吃了花海的分 不少人觉得吕布好打嫦娥是因为吕布有真伤 但因为吕布没有蓝条 嫦娥打吕布其实伤害也是翻倍的 这局比赛小小鹅没有用嫦娥打野 而是走到了中路 对面的打野蓝是武汉Esta Pro的花海 因为对面的辅助是明世尹 前期比较强势 直接干扰净打蓝buff 好在嫦娥前期的作战能力也比较强 小小鹅帮助队友完成了第一波防守 虽然第二波兵线小小鹅是后手清线 对面的沈梦希已经先支援到位了 但张飞卡住了沈梦希的位置 嫦娥直接去找吕布 E技能定住之后配合连波的伤害拿到衣血 从这波也能看出来 在嫦娥E技能够准的情况下 吕布也是很被动的 第三波兵线清完小小鹅故技重施 又一次来到了下路 她抓住了对面吕布没有大招的机会 再次E技能将吕布定住 大招伤害配合连波再次击杀了吕布 可惜队友并没有把握住小小鹅建立起来的优势 静和连波相继被击杀 小小鹅E技强化平A带走了孙上香 完成了止损 当然吕布对于嫦娥确实也有一定的科知效果 这波小小鹅和静配合击杀了对面的孙上香 对面的吕布和蓝支援到位 吕布先是2技能挂了个减速 然后E技能附魔打出真伤 直接跳大招封走位 小小鹅闪现撤出战场 但花海的蓝赶到用大招推回 只能被吕布两刀砍死 9分钟的这波团战 小小鹅变成了一个收割位 队友打完第一波技能之后 嫦娥赶到击杀了沈梦西 吕布又一次被嫦娥的E技能定到 大招的伤害直接将其秒掉 这个时候花海的蓝姗姗来迟 本来她是能逃走的 但小小鹅的E技能精准命中 又拿下了花海的人头 等到吕布的装备逐渐成型 在团战当中确实能限制嫦娥的走位 像是这波小小鹅还没打出什么伤害 就只能被迫往后撤了 但好在她的E技能足够精准 配合白里守约也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到了中后期 嫦娥基本上就是充当半个前排的作用 确实扛不住吕布挤刀 但如果吕布把所有的伤害都交到了嫦娥身上 队友就会打得比较舒服了 最后一波团战又是小小鹅精准的E技能控住吕布 配合队友直接将其秒掉 花海的蓝想要断一波兵线 但又被小小鹅E技能定住 配合队友完成击杀 总的来说 大家玩嫦娥的时候 确实没有必要那么怕吕布 吕布对嫦娥的威胁 可能远不如加罗和马可波罗来得那么实在 吕布是版本大人门边路 如果嫦娥真的怕吕布的话 小小鹅恐怕也打不上这么高的分数吧 到杯朵线 这个等呀 这个地方